习近平上台以来,持续打虎,清洗江派势力,为防江派暗杀,习清洗中央警卫局,并频繁更换贴身侍卫 有消息称,习近平的警卫级别,超一级戒备,而其贴身保镖的挑选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有消息透露,习近平曾在地方和军方视察期间,遭武力攻击,至今未见断 为了保卫习近平的安全,习近平的保镖挑选,有着前所未有的要求 香港动向杂志6月号披露,习近平的保卫人员挑选,有着严格规定,与以往相比,做了大幅调整 随行的保卫人员人数,一组由原来的8人增加到12人,近身保卫人员人数,一组由原来的6人增加到8人 随行和近身保卫人员需在总参保卫部经6年以上政治审核和专业考核 在技机技能方面,相关保卫人员必须能熟练操作8种以上武器,双手能同时开枪击中目标 据称,随行保卫人员通常携带三只不同形手枪,两把匕首,一包烟雾粉 手枪放在西服口袋或右袖内,一只枪放在裤袋或腰间皮带,一只枪放在所穿鞋子内或裤脚内 此前有消息称,现在习近平的安全警卫措施是历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中最严格的 其出门时的警卫级别以非政治局常委的一级戒备所能形容 现在习的出行警卫,动辄出动武警,陆军特种部队,空军,导弹部队甚至海军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部有人蠢蠢欲动 习近平上台启动打虎行动,江派政变与暗杀习近平的传闻不断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至少已经遭遇六次暗杀,事后查明,权势内部人雇凶作案 习近平上台后将身边原有的警卫全部换掉,跳过中央警卫局现有限日 全部人员由中央军委从军方现役特种兵中重新选拔 直接拼命于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政委力战书 原力属于中央警卫局的官兵大部分已调离禁卫军编制,改由来自38军的精锐部队进驻 习近平打破常规为自己挑选贴身保镖,这在中共历史上相当罕见 与此同时,北京武装力量,包括武警、军队、公安、中央警卫局的频繁幻象 其派人马纷纷上位 从中央警卫局贴身护卫到北京卫戍部队、北京军区 再到负责北京市安全的公安系统,习近平不断提拔亲信掌控,设置四重防卫 近日,中共领导人在大陆考察期间的健康安全准则曝光 此前,外界盛传,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曾受到多次有部署 有针对性的暴力谋害,这类攻击多发生在其视察和巡视中 据香港动向最新一期报道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主要领导人在大陆考察活动有关健康、安全等做了新的修订 以下是部分修订条例 一、到地方、乡村视察、考察工作 有中央、省二级保卫部门担任安全工作 二、到地方参加、处持会议、出席重大庆典、会议等 通知下达至省委、省政府、省政法委等有关领导层 三、到地方、乡村视察、考察工作或参加主持会议等活动 一天安排不超过16小时,包括途中交通 四、原则上不参加、不出席未经列入行程中的文艺等节目演出、参观等 五、到地方、乡村乘坐公路交通车辆 持续行程严控在4小时内 每天行程严控在6小时内 乘坐车辆统一由中央保卫局、省保卫局安排 六、根据地方 环境、形式和情报掌控 出席公开活动、变装茶房等穿戴防弹防染服装、鞋帽 此外 该报道还吐光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出国访问安全 健康规则部分 内容与上述条例大同小异 但似乎更侧重于健康方面 报道称 上述规则皆被列作机密 此前 外界传闻 随着习近平阵营与江派人马博弈日趋激烈 未免遭到清算 江泽民集团不断发起攻击 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曾受到多次有部署 有针对性的暴力谋害 这类攻击多发生在其视察和巡视中 一些案件事后查明是内部人雇凶作案 但大多数案件列为悬案 正在侦查中 今年3月 博文社报道原因北京消息称 现在习近平的安全警卫措施是历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中最严格的 其出门时的警卫级别以非政治局常委的一级戒备所能形容 毛泽东当年最多只是一群陆军警卫 现在对习的出行警卫 有时出动武警、陆军特种部队等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部有人蠢蠢欲动 随着习阵营反腐推进 中共高官落马落意不绝 北京秦城监狱再次人满为患 截至4月底 在758个房间中只剩下92间 据动向最新一期报道 北京秦城监狱扩建后 共有758间房间 其中双人房112间给行动困难者 至4月底 剩下92间房 目前在秦城服刑有830多人 副省部级有近500人 省部级有91人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昌平区行城村 小汤山镇附近 是中国唯一不隶属于司法部 而直属公安部的监狱 对外名称公安部看守所 该监狱目前是中共内部 关押高官的地方 对普通民众来说带着些许神秘 该监狱建于1958年 当时只有4幢楼房 文革期间 被送进的人多得无处关押 于是当局大清土木 加建牢房 又增加了6栋楼房和6个院子 近三年 随着习阵营的大力反腐 不断有高官落马 秦城监狱再次求满为患 2014年传出当局将再一次进行扩建的消息 据悉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 前能源局局长刘铁南 前南京市市长纪建业 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等落马中共高官 皆在秦城监狱中服刑 秦城监狱在中国赫赫有名 几乎与八宝山齐名 中共建政以来 老革命家梦想的是死后能进八宝山 儿时不与我者 静的却是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是中国公安部直属监狱 1960年在苏联专家援助下修建 秦城监狱最初共建有四幢白色楼房 排号为甲 乙、饼、丁都带有审讯室 楼房一律三层 砖墙、坡顶 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 楼前有一大片空地 是供犯人放风用的 1967年 秦城监狱又增加了六栋楼房和六个院子 六座新监舍的排号顺序为物 己、庚、心、人、鬼 秦城监狱曾关押过众多中共高层人物 包括薄熙来父亲薄一波和岳父古景生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 当年主持修建秦城监狱 多年后 他自己被打成共产党的叛徒 给投进了秦城 他曾经说 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 我一定会把它建的更好一些 外界评论认为 曾囚禁过毛泽东妻子江青的秦城监狱一号房 一直空缺 正等着终极虎王入住 李克强召开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失效并停止执行506件国务院文件 此前李克强检政放权就是反腐之本 以民规矩打破寻租腐败的潜规则 李克强6月15日主持召开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 在前夕已宣布失效489件国务院文件的基础上 在宣布失效并停止执行506件国务院文件 陆梅称 这些文件已与现行法律法规不一致 不利于办事创业 不适应社会发展等 会议还决定优化房雷工程许可 解决部门职责交叉 重复许可 中介服务收费高等问题 会议称 首先从工程建设领域入手 清理和规范各方面过多过凡的保证金等 今年3月28日 李克强在中共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称 检政放权是反腐败的治本职策 坚决破除寻租前规则 以检权献权猝源头反腐 李克强说 今年全面公布中共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以清单明规矩有效打破寻租腐败前规则 李还说 要再砍掉一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 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 取消调整70%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去年2月9日 李克强在中共第三次政府廉政工作会议上 也曾怒批流的官员为官部委 并称要对揽政雍政贷政不作为地进行问责等 并邀请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中纪委副书记赵宏柱到场助阵 外界认为 李克强称检政放权就是反腐治本 将约束官员的权力与反腐联系起来 这是利用另一种方式帮助王岐山反腐打鼓 而李邀王岐山参加会议 是想利用王的反腐打鼓推动其改革 习李王在中共十八大上任后 在政界、国企、军队内展开反腐打鼓运动 但遭遇江泽民利益集团极力阻挠 媒体曾多次报道李克强因政令不通而发火拍桌子 面对江派利益集团的搅局、威胁 习近平当局也强力反击 截至目前习近平、王岐山当局已拿下了近170名副部级、军级、以上官员 大部分是江派人马 包括江泽民的心腹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 日前有海外媒体披露 中共军队原610办公室主任李继奈上将的大秘 目前任职中央军委会的朱新建少将 被双规调查的消息 该报道分析 朱新建被调查可能将打开原总装腐败案的缺口 而且还可能波及更高层的将领 目前官方尚未证实此消息 据《世界日报》27日报道 朱新建在上个周末已被军纪委带走双规 正接受调查 由于朱新建曾经担任前总政治部主任李继奈的大秘 因此朱新建被抓可能成为北京当局打开中共军队原总装部腐败案的重要缺口 所以朱新建接受调查的消息对前总装的将领震动极大 报道称 中共军队原610办公室主任李继奈是前党魁江泽民的心腹重臣 也是江泽民当年抢夺军队控制权所布下的一枚重要棋子 因此他的大秘朱新建被抓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消息 令中共全军剧烈震荡 朱新建被调查 最后是否会牵连到他过去的主子李继奈 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曾担任中共军队全军610办公室主任的李继奈 被认为也是中共军队活摘人体器官的关键人物之一 李继奈曾经在大会上表扬为中共军队医疗机构 参与器官移植开录的重要技术专家吴孟超 据官方媒体报道 江泽民曾四次会见吴孟超 并亲笔签署命令 对吴孟超进行嘉奖 由公开的资讯显示 吴孟超是中共军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 到2010年 他本人至少完成了4000多例肝移植 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高峰的2006年 吴孟超获得总后勤部颁发的100万元奖金 是中共军队全军器官移植会议的首席顾问